哈喽大家好,我是一太呀 我本以为下个情况就是小爱 可我本来没想到 这是这个爱睡觉的大叔 哎,算了,我还能说什么呢 下次,下次肯定会是小爱的 话说啊,小五郎叔叔睡着的时候才能破案 但他休息动作为啥不是在电机面前 打了着脑袋睡觉破译呢 毕竟破案跟破译听着也差不多嘛 嘿嘿嘿 说实话,小五郎这款皮肤还是很不错的 回忍度也很高,细节处理得非常好 奈何,小五郎叔叔的人气没有其他的几个人高 毕竟嘛,颜值比不过服务品次 无力比不过毛利兰 这回更比不过我们的小爱 甚至给人一种特别不靠谱的感觉 但是,免费白挑他的金光 就不要那么挑了嘿嘿 呀,游戏挑了,希望兔兔不要过来 不过,开局拿往医院跑了兔兔的 哎呦,还真正跑到这儿来了 快跑快跑,为啥我游戏皮肤都这么难呀 我心皮端腿的魔咒到底啥时候能解除呀 虽然找鬼,但手热鬼技术可不是吹的哟 想追上我,你来试试再说 这一台电机都没修好呢 咋就倒了呢,脸疼 小伯伯,看来帮我撞的 兄弟,你这个力度好像差那么点意思啊 难道是你没吃饱 但是别怕,小五郎叔叔来救你了 你看,天黑又回来了 我小五郎本就不是上午之人 你这样抓到我,不会胜之不武吗 趁你擦刀,赶紧把小峰给摸了 哎,不追我了 没办法,我们都残血了 三二六级坐围上,赶紧跑 你咋又来了 来又来了,这下彻底没希望了 这边我再怎么努力 终究还是逃动不了这次细皮断腿的魔咒呀 不过,我是不会放弃的 那啦,这次的皮肤把问题都撤到了几个呢 快快评论,感谢大家 在头儿,您按摇 优优独播剧苍 XXXر